若不是配合芸汐演戏 她才懒得搭理这母女几个 简直拉低了她的档次了 同样是下下回来 比起芸汐那丫头 你们几个实在是差远了 说到底是局长千金 一出生身份就比你们高贵 有些东西啊 自是你们这些瞎瞎丫头比不得的 一听到芸汐 梁星一顿时就控制不住 自己心底的度火 尤其是她现在沦落到 仍然喊打得过街老鼠的下场 片尾又要被拿来跟芸汐比较 一比较下来 她简直是低贱到了宁命里了 在牧羊镇的时候 那日死丧门星 从来都是被她踩在脚底的 每天干最脏最累的活 没人看得起她 更没有人敢靠近她 什么云家小姐 局长千金 这些原本就该属于她的东西 却让她一个 桑门星命格的人给占了 凭什么 如今她高高在上 要风得风 要雨得雨 她良心却反而一无所有 还要被别人践踏 凭什么对她这么不公平 局长千金 身份高贵 她算什么东西啊 当年要不是她妈 抢了我妈的男人 现在我才是局长千金 我才是身份尊贵的云家大小姐 哪里还轮得到 你在这里践踏我 录像带的打击 已经让良心怡情 走在崩溃边缘 一无所有声明拦截的恐慌 如同绷紧的弦 再加上陈丽雪离婚的消息 彻底压垮了她最后一丝理智 对哦 我都差点忘了 你本来也应该是局长千金的 只可惜 苏西慢看了眼 倒在地上的陈丽雪 倾笑了声 只可惜你妈跟梁副局离婚了 不然 你现在也算是局长千金了 我听说啊 梁副局最近升官了 她现在的副局长 位置比起云局长可没差多少 年后换届选举 老局长退休 她这个二把手 就是最有机会升上去的那一个 到时候 我们苏家 恐怕也还得求着她这个梁局长办事呢 苏西慢从小在苏东霖和几个兄长的呵护下长大 父亲对她这个家里唯一的女儿 更是溺爱 因为没有母亲 所以她跟父亲感情很深 很是看不惯梁心音母女几个 为了虔诚 抛弃秦政父亲的行径 逮着这么好的机会 怎么能不好好地刺激一番 她说的确实也是实话 如果梁心音的目光放长远一点 现在她也是局长千金了 比起云西 并不会差到哪里去 只可惜 自己把自己的退路给作死了 对于梁未明最近的动向 梁心音并不是很清楚 只知道她来京都上任 当了副局长 甚至为了躲避这个穷父亲 她刻意不联络 也不见面 生怕让人知道 她还有这么个爹 丢人现眼 更不想因为她的存在 阻断了自己的前程 可她没想到 梁未明现在 竟然快要当上局长了 苏欺骂在梁心音 和陈女学脸上 看到了一闪而过的 错愕和后悔 轻笑着探了探手 怎么办呢 自己把自己的后路堵死了 能怪得了谁啊 站起身 苏欺骂看了 演艺旁的苏宗平 轻挑了挑眉 这场拉锯战 她实在没心思 跟他们耗下去了 浪费精神 浪费时间 四叔 你自己后院起火 那就自己灭火吧 苏家丢了这么大的脸面 我还得帮着你 去跟爷爷解释呢